小吃店菜單上 各式各樣的品項 唯獨三個字的這道洗蝦蜜 這個肉燥飯 那是故意的嗎 我覺得他打 肉 那個肉 肉燥飯 他被肉燥 肉燥飯是打錯了嗎 許多人說聽過肉燥 沒聽過肉燥 肉燥肉燥傻傻分不清 好像玩起要口令 寫婚食的名字的話 人家就會覺得說 這到底是婚還是素 宗教的關係 就不想跟肉有一點點沾到邊 內行的陶客來解惑 原來這是素食店常用的諧音梗 除了肉燥飯 還有鹹酥菌 牛肉麵 榨菜肉燥麵 甚至也把豬血糕翻成智慧糕 一慧糕變地慧糕 而薑母鴨則成了薑母鴨 豬排變成低排 因為是做素食的 所以不要用我們的職業 看得懂 看得懂 看得懂得好 對 店家這種創意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很好 店家解釋吃素有時連字都必會 此外這樣寫 還能與婚食做區隔 避免客人誤以為吃到肉 有理說不清 素食店點餐 若沒吃過 名稱還真是令人看得母煞煞 原來是要腦筋急轉彎 用中文英文或台語來解碼 引發討論 也讓人增廣見聞 菜市場裡雞肉攤客人不斷上門 老闆的手沒停過忙翻天 但最近卻出現 新城在高雄凹茨底公園 竟然也擺起流動雞肉攤 婦人手擠刀落剁雞肉 拿桌椅來店者 竟然還有不少人排隊購買 公園流動雞肉攤 富人騎車板攤來賣 有時候是客人預訂 但也引來網友質疑 這會不會批斷椅子 是真路邊攤 人性大考驗 但這算不算違法呢 新台幣一千兩百以上 兩千四百以下罰花 公園違法擺攤 最終可罰兩千四百元 但雞肉攤清晨五點九擺攤 賣完立刻閃人難取締 此次生肉公園 現接現賣衛生 依舊是最大問題 記者一尊王書宏 高雄報導 朦榮榮的汪新仁 可愛賣萌 讓人看不出他們的真實年齡 好棒 那真的換手 你看你動 丹娜夠零十歲 換算人類年紀 異經是六十四歲老婦人 原來狗狗年齡換算 不是一比七 一個月大的幼犬 是人類一歲 六個月大等於九歲 當狗狗一歲時 相當人類剛成年十八歲 狗三歲等於人類壯年 二十八歲 往上疊加 十五歲老狗 幾乎異經是百歲人瑞 儘管寵物不會說愛 卻也會靠著肢體語言 表達心情 有研究指出狗狗挑左眉代表喜歡 挑右眉代表不喜歡 當主人揉捏耳朵時 狗狗會分泌內肥胎 養液濃濃 幸福感 要怕 可愛啊 還有這種高音調的讚美 更會刺激他們的大腦 更雀躍開心 而與主人間的凝望相識 會讓體內催產素 立刻暴增百分之一百三 提升幸福 荷爾蒙 誰在叫你 誰在叫你 就是可能他們有聽到一些 比較特別的聲音 然後他們想要再確定一下 是什麼聲音的時候 可能就會歪歪頭 確認一下 還有狗狗左右歪頭 原來不是在裝可愛 而是尋找聲音來源 想聽得更清楚 光靠動作窺探猛寵心思 汪心仁不再是外心仁 接著楊聳吳彭馨 台中採訪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 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 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第五屆台中購物節 畫下完美句點 活動兩個月時間 累計登錄金額三百二十八億元 其中約三分之一 超過一百億元 是外縣市到台中 消費 我們的預算大概三億五千萬左右 舉辦的成本 大概不到五千萬 那其中三億左右 通通是給大家抽現金 達到六百億的經濟產值 2023年全台有八縣市 舉辦購物節 台中登錄金額三百二十八億元 排名第一 創造經濟產值的同時 還有高升量 根據網路數據分析 台中升量高達 二十二萬三千兩百五十筆 不僅比去年成長一點五倍 也比第二名的升量多了二十倍 更是連續三年全國第一 預算五千多萬 那我們還辦了脫考節 其中又拿出一部分的經費 去辦了物條券 獎項豐富 連帶APP下載量突破兩百三十五萬次 甚至省下代言費用 請商家攤商拍短影音行銷 市府不斷優化 也讓台中購物節更豐富多元 記者送不到